148 新聞神報 基金青萊優質成長股 2015年7月15日基金A32神報記者李銳經過前期的大跌後 基金積極佈局黃金坑 昨日 連續反彈後A股市場出現調整 戶指收盤下錯 業創業板指數強勢收紅 對此 基金普遍認為 經過前期調整後 目前A股或處於前所未有跌出來的黃金坑中 是價值投資的較好時機 而優質成長股收到普遍青萊 其中 上頭摩根新興福摩爾任基金經理國神分析 近期經過市場大幅調整 投資者的風險偏好與預期收益略均會降低 市場將進入精選的股階段 更加關注長期投資價值 資金一定會投向隱坎股值的優質成長股 同樣 匯天赴基金認為 目前市場兩個均衡逐步在靠近 一是流動性均衡 融資規模已經大幅度下降至合理水平 淨金公司在通過二級市場買入股票和通過公務基金注入流動性 上市公司都在積極增持股份 以公司股值的均衡大幅下跌後 大幅度增掉了前期積累的泡沫 股值已經逐步回到合理狀態 目前正是市場最有希望的時期 值得投資者進行中長期佈局 而南方基金劉小漢表示 成長股市資本市場榮佩佔 之題 不管大股票還是小股票 都會有機會 相對均衡的配置有助於平滑風險 一份勸商研究報告表示 劉小漢的投資重點專注於 挖掘中國經濟條結構過程中的投資機會 緊構結構性行程中的熱點主題 投資策略完美契合中國中長期發展方向 此外 陰元基金認為 堅定看好後期市場 一是監管曾持續釋放重大利好 二是經濟基本面基本企穩 改革與轉型進程也符合預期 三是股值相對合理 融資槓桿略的明顯下降 以及投資者利盛的回歸 經過此次的調整 投資者也將更加重視對上市公司的價值挖掘 降低投資氛圍 利於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 傾巢之下許多被錯殺的股票也開始浮出水面 各股的投資價值普遍凸顯 其產業資本罕見的大範圍增持力度也 解禦市場本論調整直近激速。 進行方式放小歸 進行方式資金 進行方式 進行方式